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创世纪第135天 创世纪42章35-38节 雅各的眼见 后来他们到口袋 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 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 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 约瑟没有了 西缅也没有了 你们又要将变雅敏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吕边对他父亲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 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 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 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雅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 他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 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雅各失去拉结后 接着失去了约瑟 现在才刚失去西缅 却又要面临可能失去变雅敏的风险 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之后 雅各变得脆弱 他害怕再次面临丧子之痛 他将无法承受这种打击 所以他不肯让变雅敏去埃及 然而雅各错了 因为那些事件 只不过是人生这一整个系列事件中的一部分 因此不到最后 我们不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故此我们发现雅各错了 因为最后不仅西缅回到他那儿 那被他误认为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过世的约瑟 也和他团聚了 所以 愿我们可以借由雅各的经历 对那位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 产生更多的信心 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种子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导致哥哥们在约瑟奉命去探视他们时 把约瑟卖给了以食玛丽人 然后向雅各谎称 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 如今 他更加不愿变雅敏随哥哥们南下埃及买粮 因为生怕类似的意外会再次上演 因而让全家族继续落在缺粮的危险中 雅各只顾虑自己的恐惧 却没有看见那位从过去到如今 一直保守他的神 是掌管天地的主 他必定会赐恩给他 雅各不愿再失去小儿子变雅敏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埃及等着他的 是他所爱的约瑟极丰富之地 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 远都是好的 他从未想要夺去我们所爱的 而是要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放手 并交托给他 这样 我们能够真正享受我们所拥有 就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觉得四面受敌被困住时 要记得抬头仰望那造天地的主 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 我们的能力也是出于神 而不是出于我们 雅各还没有看见 但我们看见了吗 我将自己的眼光交在主的手中 无论是在怎样的景况 主啊 让我时时仰望你 在乌云满天时 仍能定睛在那云上的太阳 知道你仍掌权 我就放心 可以放下自己一直抓在手里的 享受你所示的平安与喜乐 道读神的话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一至二节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Amen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主啊 是的 有的时候 我们会那样子的担心忧虑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主啊 求你自己写明 Amen 谢谢主耶稣 祢是我的帮助 Amen 为此我要来向山举目 主啊 是的 我要把我的眼光 把我的眼睛的光调在山上 以至于我看见主 祢在我的当中成为我的帮助 主 祢就是我的帮助 所以我要 我就是定义要向山举目 仰望耶稣 把我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以至我的帮助就下来了 是的 主啊 我的帮助是从上面而来的 是从你那里而来的 主啊 求你自己调整我的眼光 不要看环境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高处而看 Amen 谢谢主耶稣 你让我学习向山举目 因为我知道我的帮助从天上 耶和华而来 主啊 你帮助我向你举目 向上举目的时候 我就仰望主你的帮助降临我的身上 Amen 是 我时时仰望你的帮助降临在我的身上 主因为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Amen 你也造了我 你深知我所有的事情 你的心比我大 Amen 是的 主啊 你的心是比我大的 你的心是超过这个的环境的 我仰望你 我就可以看见你自己的恩典 我就可以经历你自己的信实 因为我们不是在乎那个的环境 我们乃是在乎着看护我们的主 Amen 谢谢主耶稣 你是看顾帮助我们的主 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Amen 你是造天地的主 为此我向主你来感恩 因为知道我也是你所造的 你是我的生命的主 是我永远的主 Amen 是 你是我生命的主 是永远的主 你是我每一件事情的帮助者 Amen 谢谢天父你莫大的全能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